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一开始就说 耶和华使以色列安静下来 战争大部分都过去了 那耶稣亚年纪老了 老迈了 祂就把所有的百姓叫过来 然后跟他们讲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我们的主题 为你们征战的是 耶和华是今天的主题 如果你们真明白 耶和华是为你们征战 那你应该站在耶和华这一边 如果你不站在耶和华这一边 神一定是得胜的 但是你不在得胜的那一边 那个这就是重点 在这个重点里面 我们分成三部分 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是否真的站在耶和华这一边 首先我们来看 圣经所说的 支派 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 各支派分配他们的产业 分配他们的疆界 他们都已经分配好了 那神告诉他们说 那是已经分配好了祝福 但是你们的明天要看你们自己 前半部神已经为你安排好了 但是你们后半部明天 让你们自己 但是先预告一下 从耶稣亚记结束一到四世纪 他们的明天 有失落了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讨了 神在这个段讲得很清楚 你必须有这几个部分很清楚 你的明天才会继续丰富 但直接说好了 他们没有那么完整的做到 也许我们说 只是没有完整有差吗 大家注意听 第一点 所以你们要大大转档 大大转档 遵行神在你身上 给你的任何的警惕跟话语 不可以偏离左右 左跟右都不可以偏离 在你们道路里面 不可跟那些 还存留那些当地的百姓 跟他们掺杂 然后寻求他们神 不可以提他 连提他们的名都不可以 然后你不要怕他们 这个就是第一点 简单的讲 你怕也好 爱也好 都会跟他们走 所以圣经所说 大大转档 就是你要单单走 神告诉你的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神在这个段有说 注意看 你们如果稍微转去 稍微转去 也许我们说 偏离左右一点点而已 神告诉我们大大转档 就是你可能会爱他们 就跑去那边了 你可能会怕他们 就会跟着走 你可能会被他们吸引 然后就看不清楚自己的路了 总之你们只要稍微离去 转去 稍微 然后圣经说 你们就会跟他们联络 只是联络会有差别吗 你那个联络会变成什么 来往 那个来往会变成什么 会变成结亲 那个结亲以后会变成什么 寻求他们的神 求告他们的神 以他们连结 那这样子 你以为会得到他们的好处吗 我是神的百姓 我又跟他们结亲 那两者残佑都有 不是 你是神的百姓 你又跟他们结亲 你不是两边都有 你是所有的都会被拿去 因为这就是世界 神说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会成为你的网络 会成为你眼中的刺 直到你灭亡 直到灭亡 所以大家留意 连稍微转去都不可以 第三点 我们看这个耶稣要说 我要走世人必走世的路 意思就是说 我快要离开这世界 请你注意件事 从耶稣亚接摩西的棒子 一直到耶稣亚说 我快要离开这世界 神在我们当中所说的每句话 没有一句落空 我觉得在教会里面 我也常跟大家分享 一次都没有失误过 没有一句落空 所以你必须要在神的话里面 谨守遵守 那我们看到 如果你愿意的话 圣经有讲哦 耶稣法说 应许的一切福气 都会临到身上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句话 每一句话都会实现 没有一句话落空 意思就是说 祝福的话会实现 只要你走对 但是只要你走错 那也是没有一句话会落空 你必定会灭亡 必定会灭亡 那神在这个地方所说 神已经是给你的美地 已经是你已经完成事的 圣经在这说 你如果违背的话 你会在这地里面全然灭亡 求主帮助我们在神面前要认真 耶稣亚在快临终的时候 讲的话跟摩西讲的话是一样的 认真 谨守遵行神的话 不可以跟当地的世界有任何来往 结亲 思想意念跟他们一样 要不然你所得到的应许都会失落的 但因为我们在这条道路里面 在神面前是这种态度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也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们应许 也谢谢你一直保守我们 也谢谢你让我们 让我们勇敢相信你的时候 结果每次都出了很意外的平安 并且超过所求所想 既然有这么多的丰富 帮助我们不骄傲 也帮助我们不要辩职 让我们这一生一世都在 住在耶和华殿中的故事里面 献上感恩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